日军侵华 偌大的华北已容不下一张客桌 为保存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力量 国立北京大学 国立侵华大学 私立南开大学 联合在长沙组成临时的国立大学 然而随着金虎失守 战虎危及长沙 仅维持了四个多月的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被迫迁往昆明 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师生们到达昆明后 发现没有足够的校舍供其使用 校方决定将部分师生 牵制交通便利 又有空置房子的蒙子 在此设立分校 蒙子海关税务司署就职大院 被用作分校的客室和办公机构 单身教师和学生 就住在临近湖岸的 哥鲁市洋行楼内 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中 蒙子给师生们提供了 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 屋内面积的十分假小 只有一张床 所以当时的校方就给每个学生 派发了四五个大墓箱子 用来搭建书桌 书顿 以及现在各位来宾看见的木板床 也是用大墓箱子所搭建而成的 南湖堤盼 一代名师信步其间 陈代孙 吴密 金月林 郑天廷等著名教授 均在猛自分校任教 一股新风吹进了沉寂多时的边陲 冯友兰和汤用筒在阳台神坎中 展现着哲学与史学的对谈 诗人们一多独自沉醉于 楚词的华美词章 朱自清在他的猛字杂技里 留下了对南湖浓得化不开的美好记忆 细而长的叶子 像灌于浮水的垂阳 我一站到堤上 禁不住想到北平的石叉海 再加上松岛那一带甜甜的荷叶 亭亭的荷花 更像石叉海了 抗战时期的猛自 如世外桃源般 安置了学子们飘忽不定的心 作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猛字分校 虽然只在1938年的4月开始 存在了短短的180天 但就在这白居过戏般的短短一瞬 让一所大学和猛字产生了勇士的关联 师生们上课之余 也在猛字开办夜校 不但学文化 传播男女平等的思想 也宣传抗日 交唱爱国歌曲 为日后滇南抗战的胜利 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抗战为猛字增添了勃勃英气 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对猛字的人文卷著影响深远 秉持读书不忘旧国 旧国不忘读书信念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如这刚毅监主的校训 为猛字留下了一笔努力奋斗 追求卓越的精神财富